假面骑士Build虽说已经完结有一段时间了,毕竟新的骑士都已经演绎了好多话,不过,舞台剧还在继续,在剧中,大家都知道Evo世界用了天才的系统,毕竟兔爹一直在帮助Evo,所以,大家都喜欢蛇皮怪能融合假面骑士Build天才形态,没想到,这样的融合形态真的不错。 所以说是在舞台剧中出现的,不过造型确实把气,我们来看看吧,这里的这三个形态大家认识吗?没错,左边这位就是Evo纠集派,也就是蛇叔Evo的最终形态,而右边这个形态是Build天才形态,这个形态也是借用天才满屏贯变化而成的,这两个形态是反派和正派的终极形态。 然而,在中间这个形态就是蛇皮怪融合了天才的形态,它就是假面骑士Evo的Genius。 是不是很酷呢?原来在舞台剧中,为了和金兔银龙形态战斗,假面骑士Evo是在此前的计划基础上完成了一次新的升级。 没错,那就是完全吸收了Build的天才系统,最终融合了假面骑士Build天才形态,这样假面骑士Evo de Genius得以诞生,目的是为了和正义的骑士做对抗。 从舞台剧的剧情来看,假面骑士Evo de Genius才是真正的最终Boss。 毕竟,其他的几个都是非常厉害的形态,剧中,Cross ZB,Elde與Grace Blizzard,Prime Rook,Mad Rook都出场了,这样一来就是自大骑士主力,所以对手就是强大的Evo de Genius。 当然,这里的Evo de Genius其实看起来更加的酷炫,当初在剧中,大结局的时候,Evo是变身成为了最强形态,也就是蛇皮怪的升级态,但是却被气泡搞定,这样的设定本身就比较奇怪,毕竟实力悬殊实在太大了,或许是天才没有更好的进化形态了,所以才回归本质。 不过在舞台剧中,卦用的套路就是堆数量,所以Evo de Genius才变得非常强大,剧中与主要正派骑士来对打。 那么,大家对于Evo de Genius形态感觉如何呢?有没有被经验到呢? 最后如果大家喜欢假面骑士,一定要点赞,收藏和分享这篇文章哦,我们会第一时间曝光和调侃,关于假面骑士的最新内容。 谢谢大家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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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!